大塊青魚果粉下鍋油炸 炸到外表酥脆就能起鍋 酸甜的番茄再加入雞蛋拌炒 超開胃的家常菜 番茄炒蛋 還有大火快炒千菜 每天的菜色一定都會有魚 有蛋 有肉 就是補充所有的營養 菜都備齊了 6名員工排排站 彷彿一條生產線 有的裝菜 有的打包 而這些都是免費送給 醫護人員的元氣便當 打開便當一看敲澎牌 雙煮菜 蒜泥白肉 炸青魚 還搭配了三樣配菜 筍乾肉絲 番茄炒蛋 炒青菜 讓醫護人員的心和味 都暖了起來 這樣子我們不用再另外訂餐 因為其實另外訂餐的話 我們還要再花 我們還要花一些時間在點餐 我們同仁在訂便當的時候 會感到一點點的不方便 讓我們同仁感到非常的窩心 苗栗這間海鮮餐廳 四月份免費供應800個元氣便當 幫醫護人員打打氣 但其實受到疫情影響 海鮮餐廳自己也不好過 少很多 差不多有一半以上 相較於同期的業績 海鮮餐廳訂單量少了一半以上 老闆還是自掏腰包了72000元 送了800份的便當給醫護人員 老闆說虧錢是小 能夠供體時間一起撐過疫情 這些都不算什麼 記者彭志明 許醫文章志凱 苗栗報導